金庸武侠小说《连城绝》 第十二回《大宝藏》 颇奖张太元 敌云越墙而入,来到万家的书房, 七时天已黎明, 朦朦胧胧之中只见地下躺着一人, 依稀便是七方。 敌云大惊,忙起火刀火时打了火, 点着了桌上的蜡烛, 烛光之下,只见七方身上全是鲜血, 小腹上插了一柄短刀。 他身旁堆满了砖块, 墙上拆开了一栋, 万事父子早已不在其内。 敌云扶身跪在七方身边, 叫道,师妹,师妹! 他吓得全身发抖, 声音几乎哑了, 伸手去摸七方的脸, 觉得尚有暖气, 鼻中也还轻轻呼吸, 他心神烧定, 又叫,师妹! 七方缓缓睁开眼来, 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说道, 师哥, 我, 我对不起你。 迪云道, 你别说话, 我, 我来救你。 将空心菜轻轻放在一边, 右手抱住了七方身子, 左手抓起短刀的刀柄, 像要拔了出来, 但一撇之下, 接那口刀深深插入他小腹, 刀子一拔出, 势必立时送了他的性命, 便不敢就拔, 只急得无计可施, 连问, 怎么办, 怎么办, 是, 是谁害你的? 七方苦笑道, 师哥, 人家说, 一夜夫妻, 哎, 别说了, 我, 你别怪我, 我忍心不下, 来放出了我丈夫, 他, 他, 迪云咬牙道, 他, 他, 他反而刺了你一刀, 是不是? 七方苦笑着点了点头, 迪云心中痛如刀脚, 燕剑七方命在钦刻, 万归这一刀刺得他如此厉害, 无论如何是救不活了, 在他内心更有一条肚脊的毒蛇在隐隐地咬事, 你, 终究是爱你丈夫, 宁可自己死了, 也要救他, 七方道, 师哥, 你答应我, 好好照顾空心菜, 当是你, 你自己的女儿一般, 迪云黯然不语, 点了点头, 咬牙道, 这贼子到哪里去了? 七方眼神散乱, 声音含糊, 轻轻地道, 那山洞里, 两只大蝴蝶飞了进去, 梁山坡, 注银台, 师哥你瞧, 你瞧, 一只是你, 一只是我, 咱们俩这样飞来飞去, 永远也不分离, 你说好不好? 声音渐低, 呼吸慢慢微弱了下去, 迪云一手抱着空心菜, 一手抱着七方的尸身, 从万家围城中跃了出来, 他本想一把火将万家的大宰子烧个干净, 但转移一想, 这屋子一烧, 万世父子再也不会回来了, 要替师妹报仇, 别让这宅子留着, 提云奔到了当年丁点逼命的岁园中, 在梅树下挖了个坑, 将七方的尸身埋了, 那柄短刀却收在身边, 他决心要用这柄刀去取万世父子的性命, 他伤心地哭不出泪来, 只是不住地自责, 为什么不将这两个恶贼先打死了, 再丢进墙洞, 为什么这样大意, 终于害了师妹的性命, 空心菜不住地哭叫, 妈妈, 妈妈, 叫得他心烦意乱, 于是在江陵城外找了一家农家, 给了十两银子, 请一个农妇照管女孩, 他日日夜夜地守候在万家前后, 半个月过去了, 没见到万世父子半点踪迹, 奇怪的是, 连鲁坤, 布园, 孙恒, 冯坦, 沈成等几人也失了踪, 不再回到万家来, 万家的碑仆乱得眉头苍蝇一般, 有的开始偷东西了, 有的在朝嘴打架, 江陵城中有许多武林人物从四面八方聚集拢来, 一天晚上, 迪云听到了几个江湖豪客的对话, 那连城剑诀原来是藏在一部唐诗选集之中, 头上四个字是江陵城南, 是啊, 这几天文风赶来的着实不少, 就是不知这四个字之后是什么字, 管他之后什么字, 咱们只管守在江陵城南, 有人挖出宝藏, 给他来个拦路打劫, 不错, 就算劫不了, 至少也是分上一份, 见者有份, 还少得了咱哥们儿的吗? 嘿嘿, 江陵铺中这几天去买唐诗选集的人可真不少, 今儿我进书铺, 还没开口, 我去就说, 大爷, 你可是要买唐诗选集, 这部书我们刚才在汉口赶着烧来, 要买晴枣, 迟了只怕卖光了, 我很奇怪, 问他, 你怎知我要买唐诗选集, 你猜他怎么说? 不知道, 他怎么说? 他妈的, 那伙计说, 不瞒你老人家说, 这几天身上带刀带剑, 挺胸突肚的练把师爷们, 来到书铺子, 十个到有十一个要买这本书, 五两银子一本, 你爷台不合适, 他奶奶的, 哪有这么贵的书? 你知道书价吗? 你买过书没有? 哈哈, 老子一辈子可从没进过书铺子的门, 书啊书的, 老子这一辈子最爱赌钱, 买赢就好, 买书可从来不干, 嘿嘿嘿嘿, 迪云心道, 连城剑决中的秘密可传出去了, 是谁传出去的? 是了, 万世父子的话给鲁昆他们听了去, 万振山要追查, 习个徒儿却逃走了, 就这样知道的人越来越多, 想起当年与丁点同处狱中之时, 也有许多江湖豪士闻风而来, 却都给丁点一一打死了, 嗯, 丁大哥的大事还没办, 丁大哥的事可比我自己报仇要紧, 林小姐的父亲是江陵府的知府, 迪云道江陵城中最大的棺材铺, 碑木铺一打听, 便查知林小姐的坟葬在江陵东门外十二里的一个小山岗上, 他买了一把铁铲, 一把鹤嘴厨, 厨到东门, 不久便找到了坟墓, 墓碑上写着爱女凌霜华之墓, 七个字, 墓前无花无树, 林姑娘生前最爱鲜花, 他父亲竟没给他种植一株, 爱女, 爱女, 哼, 你真的爱这女儿吗? 他冷笑起来, 想到丁点和七方忍不住泪水又流了下来, 他的一斤早就为怀念七方的眼泪湿透了, 在凌霜华的墓前又加上了新的眼泪, 山岗附近没人家, 离开大陆很远也没人经过, 但白天总不能刨坟, 只等到天全黑了才挖开木土, 再掘开三河土封着的大石, 显出了棺木, 经历了这几年来的艰难困苦, 迪云早不是个容易伤心, 容易流泪的人了, 但在惨淡的月光下, 见到这些棺木, 想到了丁大哥便是因这口棺木而死, 却不能不再伤心, 不能不再流泪, 林退斯曾在棺木外涂上金波寻花的剧毒, 虽然时日相隔已久, 而且将棺木抬到此间下葬, 料想棺外毒药早已抹去, 但他不敢冒险伸手去碰棺木, 拔出血刀, 从棺木的缝口中轻轻推了过去, 那血刀削金断玉, 遇到木材便如皮豆腐一般, 他不用使劲, 便已将棺木的笋头尽数切断, 右臂一阵尽力到处棺杆飞起, 木然间, 只见棺木中两只乙男腐快的手向上举着, 棺杆一飞起, 两只手便掉了下去, 婉然会动一门, 迪云吃了一惊, 心想, 林小姐入棺之时, 怎的两只手会高举起来的, 这真奇了, 只见棺中并无兽衣, 被褥等一般炼葬之物, 林小姐只穿一身单衣, 迪云默默助导, 丁大哥, 林小姐, 你二人生时不能成为夫妻, 死后同葬的心愿终于得偿, 你二人死而有灵, 也当含笑于九泉之下了, 锦虾背上包袱, 打了开来, 将钉点的骨灰, 撒在林小姐尸身上, 她跪在地下, 恭恭敬敬地拜了四拜, 然后站起身来, 将包骨灰的包袱裹在手上, 便去提那棺盖, 要盖回棺木, 月光斜照, 只见棺盖背面, 隐写着有字, 迪云凑近一看, 只见那几个字歪歪斜斜, 写的是丁郎, 丁郎, 来生来世, 再为夫妻, 迪云心中一寒, 一跤坐在地下, 这几个字显示指甲所刻, 他以宁次间便已明白, 林姑娘是给他父亲活埋的, 放入关中之时, 他还没死, 这几个字是他临死时用指甲刻的, 因此一直到死, 他的双手始终举着, 天下就有这般狠心的父亲, 丁大哥始终不屈, 林姑娘始终不负丁大哥, 他父亲越等越恨, 终于下了这样毒手, 又想, 林知府发掘了丁大哥越狱, 知道定会去找他算账, 急忙在棺木外涂上金波寻花的剧毒, 这人的心肠可比金波寻花还要涂上百倍, 他凑近关盖, 再看了一遍那两行字, 只见这几个字之下又写着三排字, 都是些五十一、三十三、二十八等等数目字, 丁云抽了一口凉气, 心道, 是了, 林姑娘知道临死, 还记着和丁大哥合葬的心愿, 他答应过丁大哥, 有谁能将他和丁大哥合葬, 便将连成剑绝的秘密告知此人, 丁大哥在废园中跟我说过一些, 只是没说完便独发而死, 师父那本剑谱上的秘密, 给师妹的眼泪浸了出来, 偏偏给万世父子撕得稀烂, 我知道这秘密从此淹没, 哪知道林姑娘却写在这里, 他默默注稿, 林姑娘, 你真是信任, 多谢你一番好心, 可是我此心成灰, 恨不得自绝一穴, 自吻而死, 伴在你和丁大哥身边, 只是大仇未报, 上帝去杀了万家父子和你父亲, 金银珠宝在我眼中便如泥沉一般, 说着提起棺盖, 正要盖上棺木, 木的里灵机一动, 哎哟, 对了, 万世父子这时不知躲到哪里, 今生今世只怕再也找他们不着, 但若将大宝藏的秘密写在当眼之处, 万世父子必然闻讯来看, 不错, 这秘密是个大大的香儿, 万世父子纵然起疑, 再有十倍的小心, 也是非来看这秘密不可, 他放下棺盖, 看清楚树木字, 一个个用写刀的刀尖划在铁铲背上, 磕完后喝对一遍无误, 这才盖上棺盖, 放好石板, 最后将坟土重新堆好, 这个大心愿是完了, 报了大仇之后, 须得在这里种上数百颗菊花, 丁大哥和林姑娘最爱的便是菊花, 最好能找到春水碧波, 这各种绿菊花, 第二天早晨, 江陵南门旁的城墙上赫然出现了三行用石灰水书写的数目字, 每个字都是寸举见方, 远远便能望见, 四、五十一、三十三、二十八, 奇怪的是, 这几行字离地二正有余, 江陵城中只怕没那么长的梯子, 能让人爬上去书写, 除非是用绳子坠着身子, 从城头上挂起来来写, 离这几行字十余杖的城墙脚边, 迪云扮坐了乞丐, 脱下破棉袄, 坐在太阳底下捉狮子, 从南门进进出出的人很多, 几个时辰江陵城中街市上茶馆里就有人纷纷谈论, 也有不少人到南门外亲眼瞧瞧, 但这些树木字除了写的地位奇特之外并没什么好看, 一般闲人看了一会儿胡乱猜测一番遍迹走了, 却有好几个江湖豪客留了下来, 这些人手中都拿着一本《唐诗选集》, 将城墙上的数字抄了下来, 皱着眉头苦苦思索。 迪云见到孙军来了, 沈城来了, 过了一会儿, 鲁坤也来了, 但他们并不知道连城剑法每一招的次序, 虽然手中各有一部《唐诗选集》, 虽然城墙上写着大大的数字, 又料到这些数字定是剑谱中的秘密, 虽然偷听到了师父和他儿子参详秘密的法子, 却不知每一个数字应当印在哪一首诗中。 这事上只有万镇山、 闫达平、 西长发三个人知道。 鲁坤等三人在悄悄议论, 隔得远了, 迪云听不到他们说话, 只见三人说了一会儿话, 便回进城去, 过不多时, 三个人都化了妆出来, 一个扮作水果贩子, 挑了一袋橘子, 一个扮作菜饭, 另一个扮作喝着锄头的乡民, 三人坐在城墙脚边, 注视着来往行人。 迪云猜到了他们的心思, 他们在等万镇山到来, 他们参不透这秘密, 但只要跟随着万镇山, 便能找到宝藏, 就算夺不到, 分一份总是有纸嘛, 再和师父相见, 当然危险万分, 可是要发大财, 怎能怕危险? 连城剑谱中, 头上四个数目字, 早已传开了, 四、五十一、三十三、二十八, 那便是江陵城南, 四、五十一、三十三、二十八, 以后还有一连串的数字, 再蠢的人也想得到 那必是剑谱中的秘密, 在城墙脚边坐下来的人越来越多, 有的化了妆, 有的大模大样已本来面不出现, 迪云数了一数, 一共有七十八人, 再过一会儿, 布园和冯谭也来了, 他师兄弟二人不知为什么是 争得面红耳赤, 差点就要打架, 但终于也安静下来, 坐在护城河旁, 等到下午, 万事父子没出现, 等到傍晚, 万事父子仍是没有出现, 许多人已在破口大骂, 万家的祖宗突然声名大噪, 尤其是万镇山的奶奶, 天快黑了, 一个教书先生模样的人拿了一张纸, 一支墨盒, 一支笔摇头晃脑的, 将城墙上几行字抄了下来, 一条大汉正慢得没地方出气, 一把抓住那人, 问道, 你抄这些字干什么, 那先生道, 老夫自有用处, 旁人不得而问之也, 那大汉道, 你说不说, 不说, 我就打, 提起猝拨大的拳头, 在他鼻尖前晃来晃去, 那先生吓怕了, 道, 是, 是人家叫我来抄的, 那大汉道, 谁叫你抄的, 那先生道, 一位老先生, 不, 不瞒您说, 就是本城大名鼎鼎的万镇山万老先生, 你, 你可得罪他老人家不得, 万镇山这三个字一出口, 众人便哄了起来, 敌人更是欢喜, 只是这份欢喜之中混着太多的仇恨和伤心, 那先生战战兢兢的在前面走, 一脚高一脚低, 跌跌撞撞的直向东行, 一百多人远远的跟着, 万镇山既然不来, 便去找万镇山, 只有他才参行了出其中的秘密, 这件事已经揭明了, 人多势众, 要硬逼着万镇山去找宝藏, 许多人称赞的大汉, 幸亏你老哥聪明, 我们怎么没想到万镇山会派人来抄数目字, 要不是你老哥, 大伙在城门边等上三天三夜, 万镇山却早将宝藏洗了去了, 那大汉很是得意, 说道, 这酸秀才鬼鬼祟祟, 我料得他干的不是好事, 似乎他自己干的却是好事, 迪云混在人群之中, 隐隐觉得万镇山老金巨华, 绝不会这样轻易便给人找到, 其中定然另有诡计, 这时一行人离开南门已有树里, 他回过头来, 又向城墙望去, 一瞥眼间, 只见一条人影从城墙边飞快掠过, 向西急奔, 迪云寻思, 这一群人盯着这教书先生, 绝即不怕他走了, 他们若是找到万镇山, 也绝不会离开了他, 偌大一座江陵城, 要寻万世父子是十分艰难, 但要找到这乱七八糟的一大群人, 却是易如反掌, 我何必跟在人群之中? 他心念一动, 闪身引在一株树后, 随即展开轻弓, 反身奔向南门, 更像西行, 寻着那人影的去向急奔, 不到一盏茶时分便追上了, 那人轻功也甚了得, 但比之迪云却又差得远了, 他丝毫不觉有人跟随, 只是快步奔跑, 迪云见他奔到以前小屋之前, 推门入内, 迪云守在门外, 等他出来, 过了一会儿, 却见小屋的窗子中透出灯光, 他闪到窗下, 从窗缝中向内望去, 只见屋里坐着两个老者, 背向窗子, 瞧不见他的面容, 那老者在桌上摊开一本书来, 迪云一见编织是《唐诗选集》, 这本书近日来在江陵城中流行极广, 居然这老者未能免俗, 也有一本, 只见他取过一支凸笔, 在一张黄纸上写了《江陵城南》四个字, 他口中轻轻念着, 一五一十十五十六, 第十六个字, 跟着在纸上写个片子, 迪云大吃一惊, 这人居然能在这本《唐诗》中查得到字, 难道他也会连城建法? 瞧他背影显然不是万枕山, 这老者穿着一件必旧的灰色布袍, 瞧不出是什么身份? 只见他查一会儿书, 须止记一会儿数, 便写一个字, 一共写了二十六个字, 迪云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下去, 见识, 西天宁寺, 大殿佛像像之前程魔, 通灵祝告, 如来赐福, 往生极乐。 那老者大怒, 将笔杆重重地在桌上一拍, 说道, 什么像之前程魔拜, 通灵祝告, 又什么如来赐福, 往生极乐? 他奶奶的, 往生极乐, 这不是叫人去见十殿阎王吗? 迪云听着人口音极熟, 正思所见, 那人侧头回过脸来, 迪云身子一矮, 缩在窗下, 心道, 是二十波, 无怪他知道见招, 这却又是什么秘密了, 原来是戏弄人的, 心中忍不住好笑。 这许多人花了诺大的心思, 不惜是师父, 害童门, 原来只是一句捉弄人的话。 他没笑出声来, 但在屋中, 严达平却大笑起来, 呵呵呵呵, 叫我向如来前程膜拜, 通灵祝告, 这泥塑木雕的他妈的臭菩萨便会赐福于我, 呵呵, 他奶奶的叫老子往生极乐, 我们河里杀了师父, 师兄弟三人你争我夺, 原来是大家要争个往生极乐。 江陵长宗这几百条英雄好汉, 乌龟贼强盗, 争来争去, 为的都是要往生极乐, 呵呵呵呵, 笑声中却充满了凄惨之意, 一面笑, 一面将黄纸扯得粉碎。 突然之间, 他站着一动不动, 双目愣愣地瞧着窗外。 迪云想起自己所以遭死大难, 七方所以惨死, 起因皆在这连城见绝的秘密, 而这秘密竟是几句戏谑之言, 心下悲愤之极, 忍不住也要纵声长笑。 便在此时, 只见严达平眼望窗外, 似乎见到了什么, 只听他喃喃自语, 到了这步田地, 去天宁寺瞧瞧, 那也不妨。 江陵城南偏西, 不错, 确实有这么一座古庙。 他一挥手, 拨熄了油灯, 推门出来, 展开轻弓, 向西奔去。 迪云心下迟疑, 我去寻万阵山呢, 还是跟严师伯去。 嗯, 他一大批人一找得紧, 还是先跟着严师伯瞧瞧, 当下盯住严达平的背影, 追了下去。 不到小半个时辰, 严达平便已到了天宁寺古庙之外, 他先在庙外倾听伴赏, 又绕着那庙转了一个圈子, 听得庙内庙外静悄悄的并无人踪, 这才推门而入。 这天宁寺地处荒庇, 严久实修, 庙内也无庙柱和尚, 严达平来到大殿, 一晃火车便要去点神坛上的蜡烛, 火光之下只见竹类似乎颇为新鲜, 心念一动伸手去捏了捏, 果然泪足柔软, 显然不久之前有人点过这蜡烛。 他心下起疑, 吹熄了火车, 正要举步出外查查, 突厥背后一腾, 一柄立刃插进身子, 大叫一声便记毕命。 敌云躲在二门之后, 只见火光陡西, 严达平便记惨乎, 知他已遭暗算, 这一世起仓促, 不及救援, 他索性不动, 要瞧伤害严达平的是谁? 黑暗中只听得一人黑黑黑冷笑, 这声音传入耳中, 敌云不由得毛骨悚然, 这笑声音森可步, 却又十分熟悉。 突然间火光抖动, 有人点亮了蜡烛, 烛光射到那人身上, 那人慢慢地侧过脸来。 敌云显学脱口呼出, 师父, 这人竟是七长发。 只见他将严达平尸身, 劈了一脚, 拔出他背上的长剑, 又在他背心上连刺竖剑。 敌云见到师父, 杀害自己的同门师兄, 手段竟如此狠毒残忍, 这句师父的呼声, 刚到口边, 硬生生地忍住了。 七长发黑黑冷笑, 说道, 二师哥, 你也查到了连城剑谱称的秘密, 是不是? 嘿嘿, 江陵城南偏西, 天宁寺大便佛像, 像之虔诚膜拜, 同灵祝告。 哈哈, 二师哥, 剑谱中说, 如来赐福, 往生极乐, 你现下不是往生极乐了吗? 这不是如来赐福了吗? 他转过头来, 望着那尊面目慈祥的如来佛像, 他脸上堆满了力气, 恶狠狠地端详了半声, 说道, 你奶奶的臭佛, 气弄了老子一声, 坑害得我可苦了, 纵使上了神坛, 脾气长剑, 当当当三响, 在佛像腹上连砍三剑。 一般佛像均是泥塑木雕, 但这三剑砍在旗上, 却发出蒸蒸蒸的金楚之声。 气长发一愣, 又砍了两剑, 但觉剑处极是坚硬。 他拿起竹台凑近一看, 只见剑痕深印, 露出灿烂金光。 气长发一呆, 深指将两条剑痕之间泥土剥落, 但见闪闪发光, 里面竟然都是黄金。 他忍不住教导, 大金佛都是黄金, 都是黄金。 这座佛像高于三丈, 粗壮肥大, 远超寻常佛像, 如果通体竟是黄金铸成, 少说也有五六万金, 那不是大宝藏是什么。 他狂喜之下, 威仪宁斯, 转到佛像背后, 举剑劈靴, 见佛像腰间, 似有一扇小小按门, 他不住用力开销, 泥土似箭, 只将长剑销得崩了数十个缺口, 才将暗门四周的泥土都销了去, 只见那暗门也是黄金所住。 气长发将剑伸进缝隙中去撬了几下, 习不自胜, 心慌一乱之下, 啪的一声, 长剑进而折断。 他提起半截断剑, 到暗门的另一边再去撬, 又撬了几下, 那暗门渐渐松了。 气长发抛下断剑, 伸手指将暗门轻轻起了出来, 举竹火一照, 只见佛像肚里珠光宝气, 矮矮浮动, 不知这个大肚子之中藏了有多少珍珠宝贝。 气长发咽了几口唾沫, 正想伸手到暗门之内去摸出些珠宝来瞧瞧, 孤觉神坛轻轻一晃, 他心之有意, 纵身便去跃下, 坐足刚着地, 小腹上一腾, 已给人点中了泄道, 咕咚一声摔倒在地。 神坛下钻出一人来, 侧头冷笑, 说道, 其实你找到这儿, 老二找到这儿, 怎么不想想, 大师兄也找到这里啊? 说话之人正是万镇山。 气长发陡然发现大宝藏, 饶是他精细过人, 见了这许多珠宝, 终于也不免喜出望外, 一疏神间, 竟着了万镇山的道, 恨恨地道, 第一次你整我不死, 想不到终于还是死在你的手下。 万镇山得意之极, 道, 我正奇怪, 七十爹, 我饿死了你, 将你封入家墙之中, 怎么又会活了过来? 七长发闭目不答。 万镇山道, 你不回答, 难道我就猜不到? 那时你敌我不过, 究竟闭气庄子, 封入家墙之后, 居然能够逃脱, 了不起, 好本事。 当时我见封墙的砖头, 有一块凸了出来, 心中一直觉得不大妥当, 可说什么也想不到, 是给你挣扎着逃走时踢出来的。 万镇山那日将七长发封入了家墙后, 次日进到封墙的砖头有一块突出, 这件事令他内心十分不安, 这才患上了敌魂之症。 睡梦中起身弃墙, 他一直在怕七长发的僵尸从墙洞里钻出来, 因此睡梦中弃了一次又一次, 要将墙洞封得牢牢的, 他又冷笑道, 嘿嘿, 你也真厉害, 眼睁睁地瞧着你女儿做了我儿媳妇, 竟始终不现身, 我问你, 那是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 七长发一口浓潭向他吐去, 万镇山闪身避开, 笑道, 老三, 你是要死得干脆呢, 还是爱零零碎碎的受苦? 七长发脸上露出恐怖之色, 说道, 好, 我跟你说, 我女儿偷了我剑谱, 藏在山洞之中, 你倒他是什么好人吗? 我一直在暗中查查, 姓万的, 你给我个痛痛快快吧。 万镇山宁笑道, 好, 给你个痛快的, 按理说, 不能给你这么便宜, 只是你师哥没功夫了, 须得赶快用烂泥涂好佛像, 好师弟, 你乖乖地上路吧, 说着提起长剑, 便往七长发亲口刺落。 突然间红光一闪, 万镇山一只右臂起走镰刀落在地下, 身子跟着被人一脚劈开, 正是迪云以血刀救了七长发的性命。 他扶身解开七长发的穴道, 说道, 师父, 您受惊了。 这一下变故来得好快, 七长发待了老大半上, 才认清楚是迪云, 说道, 云, 云儿, 是你。 迪云和师父别了这么久, 又再听到云儿这两个字, 不由得悲从中来, 说道, 是, 师父, 正是云儿。 七长发道, 这一切你都瞧见了。 迪云点了点头, 道, 师妹, 师妹, 他, 他。 万镇山断了一臂, 挣扎着爬起, 冲向庙外, 七长发向上前去, 一剑自背心刺入, 穿胸而出, 万镇山一声惨呼, 死在当地。 七长发瞧着两个师兄的尸体, 缓缓地道, 云儿, 幸亏你及时赶到, 救了师父的性命。 咦, 那边有谁来了, 是芳儿吗? 说着, 伸手指着变策。 迪云听到芳儿两次心头大震, 转头一看, 却不见有人, 正惊讶间, 突厥背上一疼, 他反手抓住了来袭敌人的手腕。 一转头, 只见那人手中抓着一柄明晃晃的匕首, 正是师父七长发。 迪云大使迷惘, 道, 师, 师父, 弟子犯了什么罪, 你要杀我? 他这时才想起, 是才师父一刀已刺在自己背上, 只因自己有无缠一护身, 才又逃得了性命。 七长发被他抓住手腕, 半身酸麻, 使不出半分力道, 惊怒焦急之下, 狠狠地道, 好, 你学了一身高明的武功, 自不将师父瞧在眼里了。 你杀了我, 快杀, 快杀, 干嘛不杀? 迪云松开了手, 仍是不解, 道, 我怎敢杀害师父? 七长发叫道, 你假惊惊地干什么? 这是一尊黄金铸成的大佛, 你难道不想独吞? 我不杀你, 你便杀我, 那有什么稀奇? 这是一尊金佛, 佛像度里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宝, 你为什么不杀我? 为什么不杀我? 他高声大叫, 声音中充满了贪婪, 气恼, 痛气, 那声音不像是人声, 便如是一只受了伤的野兽在狂野中嚎叫。 迪云摇摇头, 退开几步, 心道, 师父要杀我, 原来是为了这尊黄金大佛? 煞世之间, 他什么都明白了, 七长发为了财宝, 能杀死自己的师父, 杀死师兄, 怀疑亲生女儿, 为什么不能杀徒弟? 他心中想起了丁点的话, 他外号叫做铁索横江, 什么事情做不出, 他又退开一步, 说道, 师父, 我不要分你的黄金大佛, 你独个发财去吧。 他真不能明白, 一个人世上什么亲人都不要, 不要师父, 师兄弟, 徒弟, 连亲生女儿也不过, 有了价值连城的大宝藏, 又有什么快活? 七长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心想, 世上哪有人见到这许多黄金珠宝而不奇异, 迪云这小子定是另有诡计, 他这时已沉不住气, 大声道, 你搞什么鬼? 这是一座黄金大佛, 佛像度中全是珠宝, 你为什么不要? 你要是什么鬼计? 迪云摇了摇头, 正想走出庙去, 呼听得脚步声响, 许多人蜂拥而来, 他纵身上了屋顶, 向外望去, 只见一百多人打着火把, 喧哗叫嚷, 快步奔来, 正是那一群江湖豪客, 只听得有人贺骂, 万归, 他妈的, 快走, 快走, 迪云本想要走, 一听到万归两次当即停步, 他还没为七方报仇, 这一群人争先恐后的入庙, 迪云看得清楚, 万归被几个大汉扭着, 木青鼻肿, 已给人薄打了一顿, 身上仍是穿着那件酸绣彩的衣衫, 原来他乔装成了交书家, 先生的模样, 故意将城墙边的一众江湖豪事引开, 好让万阵山到天宁寺来寻宝, 但在众人的跟随查究时下, 终于露出了马脚, 个人以幸运相邪, 逼着他带到天宁寺来, 七成发听的人声, 急忙跃上神坛, 想要演出佛像剑痕中露出来的黄金, 但迟了一步, 众人已见到他站在神坛之上, 双手去掩佛像的大肚子, 这时数十根火把照耀之下, 庙中有如白昼, 个人眼见到黄金, 发一声喊, 抢将上去, 七手八脚的便去展落佛像上的泥土, 个人刀砍剑销, 不多时, 佛像身上到处发出灿烂金光, 跟着有人发进佛像背后的暗门, 伸手进去, 掏出了大把珍宝, 站在后面的便用力将它挤开, 珠宝一把把的摸出来, 享有力的豪事便从别人手中解夺, 突然间门外号角声呜呜吹起, 庙门大开, 数十名兵兵冲了进来, 高叫, 知府大人道, 谁都不许乱动, 随后一人身穿官服, 傲然而尽, 正是江陵府知府林佩斯, 他在城内城外耳目众多, 这一些江湖豪客之中便混得有他的部署, 依得讯息历时提兵赶来, 但一众江湖豪客建了这许多珠宝, 哪里还忌惮什么官府, 个人只是拼命地抢夺珍宝, 地下滚满了珍珠, 宝石, 金戏, 白玉, 翡翠, 珊瑚, 祖母绿, 猫眼, 林佩斯的部署又怎会不抢, 兵丁先扶身十减, 于是长官也抢了起来, 谁都不肯落后, 西长发在抢, 万归在抢, 连堂堂知府大人林佩斯, 也忍不住将一把珠宝揣入怀中, 一抢夺便不免斗殴, 于是有人打圣了, 有人流血, 有人死了, 这些人越斗越厉害, 有人突然间扑到金佛上, 抱住了佛像狂咬, 有的人用头猛撞, 迪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 就算是财迷心窍, 也不该这样发疯, 不错, 他们个个都发了疯, 红了也乱打, 乱咬乱撕, 迪云见到零剑双侠中的汪孝峰在其中, 见到落花流水的花体干也在其中, 他们一般的都变成了野兽, 在乱咬乱强, 将珠宝塞到嘴里, 迪云目的里明白了, 这些珠宝上喂的有极厉害的毒药, 当年藏宝的皇帝怕卫兵抢劫, 因此在珠宝上涂了毒药, 他想去救师父, 但已来不及了, 迪云在丁点和连姑娘的坟前种了几百棵菊花, 他没雇人帮忙, 全是自己动手, 他是庄稼人, 除地种植的事本是内行, 只不过他从前很少种花, 种的是辣椒、黄瓜、冬瓜、 白菜、茄子、空心菜。 他离了荆州城, 抱着空心菜, 匹马走上了征途, 他不愿再在江湖上私混, 他要找一个人际不道的荒僻之地, 将空心菜养大成人。 他回到了藏边的雪谷, 鹅毛般的大雪又开始飘下, 来到了昔日的山洞前。 突然之间, 远远望见山洞前站着一个少女, 那是水生, 她满脸欢笑向她飞奔过来, 叫道, 我等了你这么久, 我知道你终于会回来的。 连城诀第十二回 完 。